不要绕那么远 你想说老师那这个逻辑我不喜欢 我可假设我今天不要用这个逻辑 我又就能够得到我要的结果的话 也就是我不要知道本月的结 比如说什么下个月的期 就直接用什么 用end of months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什么 在这边加一个日期及时间里面有个 eo months 其实就是end of months 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那你要必须start day 就是指的是这个月的期日 month指的是相差几个月 那因为本月就相差零个月 就是这个月就对了 那如果你下个月那就是1 上个月就负1 ok 但是要回来的话呢 会是一个数字 那你可以怎么 格式化之后呢 它就会是一个日期了 格式化之后就是一个日期 它就是这一天 没错吧 1月 6月30号 ok 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它会告诉你是哪一天 可是我要的是一个数字的话 那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它剪下来 插入一样跟刚刚一样 day 我要取的是那个日期的部分 那就把刚刚的贴上 30天就出来了 不过它回来的话 变成因为它会 day回来是一个日期 所以你再把它格式化 那就会是一个什么 一个30 那我就知道 这个月有30天 所以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用end of months 哪一个比较简单 你就用哪一个 反正方法很多 那里面的话 在那个函数里面 有很多函数 有的时候我发现 很多同学 可能连用都没有用过 那但是 有时候为什么知道 其实如果说 你要彻底了解函数 你工作效率一定会提高 这是第一阶段 所以如果你连那个 不过一般分 大概就分基本函数 你会的 大家都会的叫基本函数 如果大家可能不会的 那个叫进阶函数 那进阶函数像这个 E-O-month 这个应该也是赚 进阶函数 如果一般人 都不太会用的话 那叫进阶函数 不过有一种状况 可能在很多年前 大家什么都不会 可是你会发现 慢慢的大家都会了 也就是以后 可能现在大家都不会写VBA 会不会再过个几年 大家也都会写VBA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 因为在 教育部不是最近通过 那个什么课纲 107年的课纲 那个中小学 已经开始 把程式设计 列为必修的课程了 所以以后 你可能你要面对 一个问题 就是你可能家里 有小朋友的话 他要问你说 这要怎么写 还好 如果你有写过的话 你就可以教他 如果你完全没有sense 你会觉得 这个 这什么东西 所以 不过这也是趋势 台湾因为 还是要转型 所以你可能 面临到的冲击 是很多东西 本来是专业的 慢慢变成 其实一点都不是什么的 OK 你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最近有一些 有些老师 本来只会教简单的 结果他现在没有市场 因为大家都不学简单的 他如果教office 可能就没有 慢慢好像没有课可以教了 他有问我说 我怎么样 我说好像没什么影响 因为我教的东西 是大家都不会的 所以 反而变多了 这是很奇怪一件事 OK 大家都跑来学难一点东西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知道 就是 我学东西 如果我本来就会的 大家都会的 那其实没什么 因为那本来就应该 如果我认为那东西 可能我本来也不会 大家也都不会 但是我不只会 我还非常专心 那应该就是保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 要能够有机会的话 可能你要去思索一下 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可能你身边人都不会 你会 OK 有些东西可能是跨领域的 像BBA 本来其实是属于 城市设计领域 它跟商用领域 其实没关系的 可是你要不能 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 这个可能是 需要思索 OK 那所以要怎么样 把那个 有关那个进阶函数 彻底学会 其实我建议各位 最近在其他地方 上课 其他班级 我用另外一本书 也是最近 我看那个畅销排行榜 第一名 为什么呢 因为 一定有它的原因 所以我把它拿来 当我上课的参考用书 哪一本 其他补充范例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呢 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看到 如果有逛到的同学 应该有跑来问 但是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在第四个 叫做 Excel职场函数 468招 这个很厉害 468 也就是说 它里面 整理出 468个 范例 把所有的 Excel里面的函数 分成九个类别 比我的还多 我只有分五个类别 它分九个类别 而且每一个 好类别里面呢 都整理一堆的范例 但是不过 这好像是 对岸翻译过来的 把它改繁体字 那我放在范例里面 还有很多简体字 而且它里面 范例里面有很多 其实它什么 身份的字号 一看 身份字号怎么这么长 因为它不是我们的身份字号 对岸的身份字号 OK 所以它有些范例 好像不太切 我们的这边使用 所以有些我会把它稍微做修正 那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 像什么查询与参照 这个其实就我们讲蛮多的 如果你可以把这里面的 所有的范例 全部都乱过一遍的话 那应该不得了 所以这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我最近有教一些东西 如果你想要再进阶的话 像寻找与参照 这边我有挑出 里面我觉得比较精彩的 像什么人事分栏 像这个资料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这个是 人事部的这单栏的资料 这个范例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 我只要抽离出什么 它的时间 它的名字 它的功耗 还有它的内部分机 可是问题来了 你前面还有什么 入职时间 有没有 冒号 那你要必须移过来 单栏转多栏的同时 要把它前面几个字给删掉 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玩玩看 答案 在上面好像也有 因为我前面在别的地方上课 也有 就是把这个地方整理出来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 甚至如果要做VBA的话 这个也有VBA的参考答案 这个部分我想给各位做参考 OK 那这个是函数部分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把 就是以sale彻底去理解的话 这个部分可以是一个方向 那end of file部分 再来的话 等一下请各位再想想看 这个可能比较难一些 刚刚的同样的动作 有没有办法再做一遍 可是做的部分呢 不是用函数 而是用VBA 那第一个你可能遇到的问题 就是 1到42 那我们要填上去的 不是用那个column跟roll 而是用VBA 也许按个按钮 自动帮我跑出什么 这边按钮按下去 1到42 全部跑完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的动作 就是输出的时候呢 帮我把第一天的位置 放在可能礼拜五 然后后面的日期不要显示 那其实跟 就是VBA的部分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想想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好